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揭晓我们的荣誉 马上要揭晓的是 2018腾讯视频星光盛典年度节目 新锐之星 请看大屏幕 欢迎超越 欢迎超越 这次是代表自己 请努力幸运 以个性成就别样综艺色彩 她就是2018腾讯视频星光盛典年度节目新锐之星 杨超越 很非常开心能到拿到这个荣誉 然后以后我会多多继续努力加油 然后超越更好的自己 然后也谢谢粉丝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超越 恭喜超越 刚才你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 我看了你一点都不怕 刚刚好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对于超越来说可能性很大 我们刚才说到 他获得的是这个综艺方面的一个我们的荣誉 其实对于超越来说 在我们的同学视频当中 非常多的现在的综艺节目 比如说心动的信号 还有超新星运动会都参与了 我问你个问题 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想法 想象综艺方向 或者是不同的类型方向 打开自己的另外一扇大门 我说的慢一点 超越 接下来马上2019年 有没有新的计划打算 我不知道看老板们 他们有给我接没有 老板就在台下就做 希望各位老板给超越更多机会 是的 因为超越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艺人 然后他非常有综艺感 我们也希望超越在2019年 可以在更多的节目上面跟大家见面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不好 再次的恭喜恭喜超越 谢谢 恭喜超越 谢谢 很可爱的女孩子 谢谢杨超越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马上揭晓的 就是2018腾讯视频星光盛典 年度团体 请看大屏幕 恭喜火箭少女101获得年度团体 有请我们的火箭少女101来领时属于他们的荣誉 再次的恭喜 2018他们向阳而生迅速成长 开创了中国偶像团体的新时代 他们获得了史上第六章 电堂金钻唱片 双钻石唱片等级认证 等数十项佳绩 为华语乐坛带来了一阵新风 他们就是2018腾讯视频星光盛典 年度团体火箭少女101 火箭少女101今年真的是成绩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还是有请两位来发表我们的荣誉感言 哈喽大家 首先呢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哇唧唧哇 感谢所有粉丝朋友和社会各界 对我们火箭少女101的关注和支持 那我们火哨成团到现在已经是第178天了 然后对 所以能够拿到这个年度团体奖 其实是对我们一个极高的一个认可 所以呢未来火箭少女101一定会继续加油 不负众望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杨敏 好那 哎还有哦请大家继续期待啊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恒冲直撞20岁大团宗以及我们演唱会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杨敏 恭喜 谢谢 环东马上要见面了对据说是全球各地都会有是不是 哎我不能剧透太多反正呢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做了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嗯因为在上次我们的这个飞行的首唱会上面他们说了要消失一段时间然后说要去沙漠然后据说今天凌晨才刚刚回来是吧你们也没有晒黑啊 不管我们有没有晒黑不管我们有没有变胖但是呢我们一定会继续加油 然后我觉得要用作品说话才是最重要的 哎 谢谢 很棒 谢谢 谢谢 再次恭喜 恭喜我们的101 谢谢 谢谢 我们请落台休息 恭喜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荣誉就是2018腾讯视频新光盛典年度最受欢迎音乐MV 请看大屏幕 恭喜 火箭少女101 Lite获得年度最受欢迎音乐MV 有请火箭少女101领取属于你们的荣誉 火箭少女101 恭喜 无疑是2018年收获最多关注和喜爱的年度偶像团体 他们不仅拥有超高人气 在音乐的领域也横冲直撞 Lite单曲MV首日播放量便突破300万大关 优美的旋律 励志的歌词 极佳的表现力 使她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热门歌曲 2018腾讯视频新光盛典年度最受欢迎音乐MV 火箭少女101 Lite获得年度最受欢迎音乐MV 恭喜喊出她的名字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火箭少女101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Lite的喜欢 与对壮这张占战集的支持 同样我也非常喜欢Lite里的歌词 青春就算受一点伤也要去 哦 哎 不唱我就不知道了 青春就算受一点伤还是要去闯 对 非常可爱的老干部哈 来压队 谢谢腾讯视频 谢谢娃吉吉娃 谢谢我们这支MV的导演黄中平老师 谢谢所有粉丝以及大众 对我们火箭少女101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会继续带更多好作品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火箭少女101 作为这个腾讯视频的青春代言人 在这里我们祝腾讯视频六周岁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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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